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今日的IM CAFE 我是節目主持人李兆明,Jack 我是另一位主持人Ernest,你上來,大家好 首先說回大市 今天市場仍然可以,很快地升上23,000 其實也跌過下去,最低也升上22,900 又失了23,000 最後升上131點,升上23,102點 成交真的很疲弱,1000億都不到 全日成交就9.27億 似乎是快過聖誕,節日氣氛濃厚 大家都有少少收勞,加上港股又不吸力 所以成交都比較差 回到今日藍籌股方面,體育用品股都挺一枝獨秀 安搭、李寧都分別升超過5% 另外一些比亞迪、金沙都表現不錯 升超過3% 另外銀河娛樂,另一隻豪島股也升2.7% 表現不錯 反而看回最差的是,內房兩隻 幾隻都表現差一點 碧桂園、中國海外、華人置地 全部都跌超過1% 還有一些藥股,藥名生、藥物、石藥感都是跌大約1% 其實看回恆子走勢 其實本來在11月尾時做過的低位在23,100 然後早上又再穿上 最低到22,665點 其實今天反彈了一點 今天也有一點反彈了 但其實看到力量很弱 沒有整個配合 是的,其實還未能上去前浪底 就是剛才說的23,510 即是23,175點 今天上了一點 其實今天只有一點點陰燭、垂頭 似乎還未夠力 撐上去 還有看到有條10天線 20天線壓住的分別 10天線現在就在23,400 我似乎都阻力重重 聖誕要趁機會想吃聖誕大餐也比較困難 是不是?港股 你回顧近六個月恆子走勢 經過今個星期頭 失手23,000點的前底 其實你看到的 港股是恆子又低於一浪 很大的原因 就是那些科網股又不上升 跟著阿里又有些新聞傳出 阿里始終都是其中一隻重磅股 人知三彈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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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團、恆信、阿里、美團 全部都種子之的 所以雖然銀行股那些好像有一點 好一點的 但又好像科網某那種跡躍 已經是足夠令到港股的走勢 跟美國、美股那些相比 完全判若兩個市場 你說明年其實現在 大家都覺得 其實最近幾個月 大行已經陸續被發出 恆子明年目標 很多都是調整的水平 都是看好的 都看好明年會有些反彈 可能介乎有25,000多 再進去一些又有28,000點 為什麼呢 都是覺得市場會逐漸 對科技股 對所有行業監管 是逐漸常態化 人們會習慣這件事 會利好 加上恆子本身的股值 已經是接近歷史的低位 大家都看好 國安股明年是有機會 那個水平會為 即今年這個水平 現在收錄的水平 即是23,000點 如果是水平會 就算了 如果來是水平會 能不能用 那就是水平會 空間的水平會 在水平會 都看好 水平會